你好,我是佳百丽 这节视频我将带你来学习元素的类型 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最终的效果图 我们现在要完成这么一个页面的布局 目前呢,我已经把这个案例做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了最后一点点内容 我们先来打开F12观察一下这个页面的结构 首先呢,外面用了一个大的容器 然后来包裹所有的内容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大的容器我设置了宽度是1000 Overflow设置为Auto Margin设置为Auto MarginAuto是为了让它居中 OverflowAuto的目的是为了让负元素可以正常大小来显示 因为在里面这几个DIV 我分别都给它们设置了浮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Float Left 如果我不给负元素设置OverflowAuto的话 负元素的高度就会塌陷 每一个DIV呢,我还设置了边框 以及它的内填充 同时呢,我给这个DIV设置了Text Align Center 让它里面所有的文本内容都保持集中 所以图片也是居中的 P标签里的文字是居中的 DIV里的文字也是居中的 同时,我们最后看这个超链接,也是居中的 我们给超链接设置了背景颜色,文字颜色,文字的大小 宽高和横高等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跟我们原图上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是不一致的 就是我们这个超链接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给超链接已经设置了宽和高 但是似乎在页面上我们并不能看出效果 这个宽高并没有生效 那么给超链接设置宽高 为什么不生效呢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元素类型了 在我们的网页里 元素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呢,叫做块元素 块元素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设置宽高大小 默认宽度为百分百 并且每一个块元素都独占一行 也就是它们是由上至下纵向排列的 然后是内联元素 内联元素的特点是无法设置宽高 元素的大小呢 是随着内容而变化的 所有的元素会默认排在一行 当超过一行不能显示的时候 就会自动换行 然后是我们的内联块元素 从名称上看 你就应该能猜得到 这种元素呢 同时具备了块元素 以及内联元素的特点 也就是它既能设置宽高大小 又能排在一行显示 在目前我们使用的元素当中 属于块元素的有 P标签 UL LI标签 H1到H6的标题标签 DAV FORM标签 以及TABLE标签 等 在目前我们使用的元素当中 属于内联元素的 有I标签 B标签 SPAN标签 超连接等 常见的内联块元素 有我们的Image标签 和Input 也就是输入框 单选复选按钮等 想要改变一个元素的类型呢 我们要使用一个新的CSS属性 它叫做Display 它有三个曲直 第一个曲直 Block 表示块元素 第二个曲直 Inline 表示内联元素 第三个曲直 InlineBlock 表示内联块元素 不同的元素 它们的默认值是不一样的 当然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改变元素的类型 回到我们之前的案例上来 这个案例 我们只差最后一步 就是设定这个按钮的大小 之前设定的大小之所以会不管用呢 主要就是因为 A标签的默认类型是Inline 也就是内联元素 它没有办法设定大小 现在我就把它的元素类型给改一改 我们回到代码这里 找到我们超连接的样式 我们现在强行的把超连接的Display 改成Block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来观察 改完之后呢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 元素现在有了大小 但是居中的效果却消失了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内联元素表现出的是文字的特性 简单的说 就是当我们给副元素设置了TextLineCenter 表示文本居中 这个时候内部所有的文字内容 图片 超连接 内联元素 InlineBlock 这些都会跟着进行居中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最后的这个A标签 但是现如今 这个A标签呢 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内联元素了 它被我们强行改成了块元素 而块元素的居中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一个 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叫做MarginO2 这个时候它才可以进行居中显示 我们回到代码这里 再对它进行一些改造 我们增加一个Margin 首先我们设定它的上边距为0 左右边距为O2 让它水平居中 下边距20 我们再回到一面上来观察 现在我们就看到 这个案例基本上就算是做完了 好的 通过这个案例 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块元素和内联元素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 你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来把这个案例练习一下